大家好,欢迎大家观看POST的高级班系列教程 我是知乎者也,QQ398789568 POST的高级班交流群292628850 今天我们讲解的是第六课5173的登录 其实这一节课我们要讲的重点呢 也就是对于一些GS,也就是主要讲GS 我们会连续讲几课的GS 第七课主要也是讲GS 然后后面我们才去讲一些有关POST的提交数据方面的知识 因为这个GS相当重要 好,我们看5173的登录 大家跟我做这个教程呢 我做这个教程主要就是要大家明白 就是说我是如何去分析这些GS的 我是怎么找到这个网页是如何计算那些加密的密码的 你们学会的要是这些方法 而并不是其他的 你们要明白 就是说你们在看我教程的时候 你需要注意什么呢 注意 比如说我遇到了一串加密的密码 我是怎么去分析 它这个网页是怎么加密的 我是怎么找到那个加密的GS文件在哪里 还有一些动态的参数 我是怎么去寻找的 还有我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抓包 什么时候开始停止抓包 有些人可能会说 难道这个什么时候开始抓包 什么时候停止抓包 这个也重要吗 我们一般不是比如说我们要登录 我们就是输入完账号密码之后 然后点击抓包再登录 这个是不行的 为什么我这么说呢 因为如果你登录的时候 有那么一些参数是吧 它都是在那个登录之前 就是说你打开登录页面的时候 就获取了 所以说我们必须要在打开登录页面的时候 就开始抓包 这样才行啊 好我们也不说这么多 我们先打开IE浏览器 我们先进5173啊 你看这样 我们先把这个sdpwatch给它打开 然后我们在这里就点击记录 然后再点这个登录 这样的话 它打开登录页面时候的包也抓到了 我们就输入我们的用户名 密码 还有验证吗 然后我们登录 好已经登录上去了 我们再停止抓包 我们来找一下哪个包是我们登录的包啊 应该是这个包了啊 这个包是host的 而且还有账号 user name password的 我们先把这个包给它留意 把它的数据弄出来 先打开记事本 然后我们先把地址复制下来 这个就是这个post数据的地址啊 没有任何参数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post数据 粘贴 首先这个 user name这后面 这个就是账号了 这个password呢 就是加密之后的 然后还有什么 这个不管它 这个就是验证吗 然后后面这个 还有一个token啊 这个参数 好 呃 那么这个验证码的话 我们已经知道了 验证码啊 然后 还有这个 嗯 然后我们先把这个 这个叫做什么token这个参数 给它获取到 大家来注意一下 我是怎么获取这个参数的啊 像这种token这种参数呢 它一般都是出现在 呃 一般都是网页上获取的 并不是呃 并不是gs计算的啊 我们直接搜索它这个值 就能找到 啊 果不其然已经找到了啊 在这个包里面 这个包呢 就是我们刚刚 呃 进入登录页面之后的包 这个包啊 我们把它复制下来 呃 大家可能会说 这个地址怎么和我们前面那个post一样 呃 这个我们不用去管它 我们只要注意我们的提交方式啊 一个是post 一个是gad就可以了 呃 然后 这个token这个参数 已经获取到这里 然后 我们紧接着就要来计算我们这个密码啊 这个密码我们怎么算呢 我们就把这个前面这一段password的这一节给它复制下来 然后我们在这里搜索这个 啊 这样的话呢 就已经找到这个包了啊 password的等于什么 对它复制的这个gs 我们把这个gs的地址给它复制下来 啊 是这个gs 呃 我们先把那个发条的gs工具给它弄出来啊 先读取 然后格式化 然后我们再搜索password 对 等于 呃 为什么没有找到呢 呃 一般它在格式化gs之后是吧 这个等于 它会 前面会加上一个空格 对 哦 打错了 查找 没有查找到 一般它在格式化之后 这个等于前面会加上空格 就像这样啊 有个空格 我们 这里 加一个空格就可以搜到了 然后你找到了这个函数 这个参数 哦 不是 这个函数 啊 password等于tpm getpassword 然后tpm.pt 啊 这个的话 我们已经顺利的找到了这个gs的位置 那么我们现在就要去 呃 去 开发人员工具里面进行调试啊 我们来寻找一下 这个password到底是被负为什么值 然后这个getpassword这就是一个怎么样的函数 呃 我们在这里按下f12键啊 其实我不是很喜欢用这个ie的这个开发人工具 我还是觉得澳游的比较好用 呃 但是方便一点我就用这个吧 我们先把这个退出了 然后我们再登录 呃 再登录啊 然后它这里显示了这么多个gs 呃 首先我们一开始比较注意的就是这个md5.gs 因为呃 网页中很多加密都是有md5对不对 我们 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md5让我们感到非常的敏感 hexmd5啊 这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那个md5对不对 那么我们也就可以确定了这个 5173就是md5算法 但是它具体是怎么使用这个md5算法计算的呢 我们还得看一下其他地方 因为刚刚我们在gs里面 里面已经找到了 是这个gs里面啊 有的这个password的记忆复制 所以我们就要去寻找这个 寻找这个gs 呃 我们再去找这个啊 和这个一样 security 这里 好 好 已经找到了 那么我们搜索password的 很容易 不容易 对 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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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刚刚mos点错地方 已经找到了 在这里 password等于什么 它这里有一个eve 有一个如果条件判断 有两个地方对这个password复制 那么我们在这两个地方都下一个断点 我们看一下到底会断在什么地方 然后启动调试 然后我们继续的 好它是断在上面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 password等于这个getpassword 那么我们首先先看一下这个tpm sq这到底是一个什么值 还是这么多 那么我们搜索这个值吧 我们在这个里面搜索 搜索到了 它也是在这个地方回去 在这个地址 复制 是在这个网址里面 这个网址的getball里面有 那么我们在这里 读取 搜索一下这个 pkey pkey 好已经找到了 那这个就是这个pkey 我们要把这个获取到才行 这个就不用讲了 和那个token是一样的 好 我们还是转到我们之前的地方 然后我们就来看这个getpassword 它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函数 把这个函数复制下来 放到这里面去看一下 合适化 function feed feed这个英语意思就是种子 一般就是一个随机数种子 它这个种子的值呢 就是这个pkey 那么我们先 我们在整个gs里面搜索这个 找到了 这里 getpassword的function 就说 那个我们刚刚在看到那个 对password的复制的时候 是吧 它是调用了那个tpm getpassword的这个函数 实际上就相当于是 调用了这个函数 这个函数的内容 我们要看一下 它这里有一个降能到这个fexmd5 那这个地方就非常引起我们的 那个注意了 对不对 因为 你看下面这个 上面的这个的话 仅仅只是对于一些什么种子的负质 然后并反过密码 并没有做一些其他的什么东西 而这后面这一段呢 就是真正的进行了一些算法 而且调用了这个fexmd5 这个很明显的就是做加密的工作了 对不对 那么我们在这里把它断下来 我们来看一下 放松C 这里断 呃 继续找一下啊 在这里面搜索 在这里把它断下来 那么以防万一 我们也把这上面断一下 看它到底会在什么地方停下来啊 呃 然后启动调试 然后我们再登录 咳咳咳 咳咳 好 它首先断到这个地方 那么我们先不管 我们继续走 好 它果然在这个地方停下来了啊 这个p的话 就是我们的这一番密码 这个和我们 抓到包里面的那个 应该是非常像啊 啊 非常像啊 那么也就呃 应该 应该就是说明 我们这个密码就是 就是它这个 呃 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gf啊 前面这两个衣服 我们几乎可以无视 我们主要看的就是这一个 p等于hexmd5啊 什么的 然后这个p呢 这个p 呃 应该就是明文密码啊 那掉用这个hexmd5 几乎的时候 它中间的这个p 应该就是我们的明文密码 然后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种子 啊 是不是的话呢 我们自己结算一下就知道了啊 呃 我们用这个工具 先把这里删掉 我们把整个md5的这个脚本 都给它复制下来 因为它这里也就是用了那个md5的计算吧 那么我们首先录起来 然后我们再写一个函数 这是什么呢 getpassword 有一个参数叫password 还有一个参数叫c的就是种子 然后 然后我们就要来把来计算一下 看我们在种子值和种子值和这个密码都相同的情况下 啊 我们算的值会不会是一样的 嗯 首先我们vrp等于password 然后returnp 把这个p把回 把回出来 首先我们先加购一下代码 我们来看一下可不可以啊 我们先随便用几个值来试一下 啊 才能够计算出内容来 啊 那么我这里的话 呃 我就不管那么多了 啊 我的 真实密码我也不好意思拿出来 啊 所以说 这个gs肯定是没有问题的 因为我们是原封不动的复制下来的啊 所以gs部分我们就解决了啊 然后 呃 我们可以来编写代码了 咳咳 那么我们 我们用译语言啊 先把译语言 新建一个译程序 呃 咳咳咳咳咳咳咳 那我们用一下超级网我反ician模块 让我写一下啊 和界面先弄一下 呃 又毫明 密码啊 输入的方式 密码输入 然后还有一个验证码 呃 然后把它的这个呃 属性给它弄出来 看一下它的地址 这个验证码的货席 它还要一个什么 什么什么鸡什么鸟东西的 那么我们 先把这一栏的什么包子 给它清除 然后重新记录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就是验证码 化学包 它里面有一个这个 我们把它复制下来 然后查找一下 啊就是那个token值啊 就是这个token值 那么我们就不用管了 验证码 把这个字体弄大一点 然后再有一个m 登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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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首先在这个启动窗口创建完毕的时候 我们就要把这个验证码给它获取出来 以及token值啊 token 然后 pky 这个我们也要获取到 文本性文本性 然后 还有这个 呃 没有了 只有这两个 呃 呃 我还要把返回cookies给它记下来啊 咳咳咳 呃 是这个网址 网址 然后 访问方式是零 后面呢 我们就不管 然后 返回cookies 把它留下来 然后 这样的话 我们就得到 它的这个返回数据了 那么 首先 我们要获取token token值是这个地方 好啊 token等于文本 取出中间文本 返回文本 加上 引号 哦 引号 这样的话 就可以了啊 已经得到了 这个token值了 咳 然后 还有 那个pspy 啊 p 啊 ppy 等于文本 取出 中间文本 反过文本 好了啊 这样的话 这个pspy 和这两个 直接获取了 我这里可以调试输户来 看一下 还有 还有 好 两个都 获取到了啊 那么 啊 我们首先就把 那个验证码 给它获取出来 图片框一点图片 等于 网页 访问 啊 访问的 地址是 验证码 获取的地址 后面这一个呢 就是一个 呃 16位的随机数 啊 时间 不对 尾随机数 这个我们可以不管 token 然后提交coupies 把它用成这个 好了 我们来看一下 好 已经获得了 这个coupies了 呃 然后我们再来写这个登录按钮 嗯 首先 登录按钮的话 那么我们首先就要把那个密码给它进行一个加密 对不对 咳 咳 怎么加密呢 我们首先把这一段ts给它复制下来 长量表 呃 这里我还给大家提一个醒啊 就是说你们有的时候遇到有一些算法特别长 像这个一笔岩的这个长本本长量是吧 它的最大长度也就是三万 呃 如果超过三万就不能存了 呃 所以说你们要注意一点啊 我以前就经常遇到这些问题 导致我每次游的时候dns就出现失误了 就算不出来 呃 咳 咳 脚本 脚本类 咳 点执行 长量一 脚本点运行 执行某个函数 呃 加密密码 等于脚本运行 get password 第一个参数呢 就是编辑框二连内容 然后第二个参数呢 就是这个 PSPY 呃 PTY PKEY 呃 这样的话就得到了加密密码了 然后我们再登录 呃 登录的时候我们就要 就是把这个登录瓜给它录出来啊 呃 提交数据 提交数据等于 加上编辑框 呃 一点内容 然后这里就是密文密码了 加上加密密码 咳 然后这个就是验证码 加上编辑框 三点内容 还有这个呢 就是token 好 这样的话就可以了 那么我们网页访问 呃 网页访问 s 访问的地址呢 也是这个 访问方式一 提交数据 咳 把酷皮词带上 然后 调试输出 返回文本 呃 然后我们就来试一试啊 cd t bh 呃 好像编码没有弄过来啊 怎么 这个是网页访问 呃 我们来看一下在网页上登录之后返回的内容啊 刚刚为了节省时间我暂停了 呃 看来就是这样子的 和我们那个反过的是一样的 就说明我们登录成功了啊 呃 那我们 那么我们这一节课也就说了这个地方 谢谢大家的观看 발라 虜